记者罗陵军台北报道,滚尸同门孙盛熙,陈灵九一起上师兄小鬼黄红生节目去你的娱乐,被小鬼爆料,孙盛熙哥很厉害,可是他本人傻傻的,还像当初刚进公司那个可爱小女生,每次看到我都不知道他要跟我讲什么,他常叫我,贵哥,嗨,没事。 但是,孙盛熙害羞承认看到黄红生总是这种紧张模样,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鬼哥面前就会害羞,会紧张。 虽然孙盛熙本人害羞,但在感情上属于主动型,多次主动向喜欢的男生告白,在新专辑《无门》中,他大胆记录女孩如何蜕变成女人的过程, 新歌闯空门就是一首主题和女人性爱有关的歌曲,也是由他主动向Jack、Shane提出合作邀约, 一旁的陈灵九不介意孙盛熙心急没找他飙歌,大方称赞孙盛和Jack、Shane合作的新歌唱腔非常适合他,他也赞同黄红生意见,笑说,他私下和唱歌真的不太一样,就傻妞一个。 黄红生说孙盛熙很特别,他的歌很空灵,却又好像说书人,常以第三者角度深刻唱书两人之间关系, 节目现场孙盛熙也现唱电视剧《资的时代》插曲《自然凋谢》,并和陈灵九合唱《阿不然现在是怎样》,默契十足, 8月18日他将唱进台北Legacy,举办我们,漆黑中存在演唱会和歌迷同乐,左起小鬼,陈灵九,孙盛熙,海芬,时期media提供,陈灵九,又,孙盛熙合唱有默契,时期media提供。